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今天是带给大家带来 最终霸的战报的话呢 是来自于这个网易天地实录 这个是场22的战报 最终霸霸的话呢 首先眼镜的话呢 是这个月神木 是出生在地图TR的十点中位置 他的队友的话呢 是他的韩国好友这个令 他们对手方面的话呢 是这个木齐雪亚米 亚米是这个精灵 出生在这个TR的十点中位置 然后这个木齐雪的这个 好像是是木齐雪了 木雪齐 老师这个名字念错 然后他的队友的话呢 就是黑羽恨长风啊 好中二的名字 调整一下颜色 这边木雪齐的话呢 直接上手 这个放了颗比亚放到木家里头去 木的话呢 选择DH的时候 啪 然后看一下另 剑圣 这个木雪齐的话呢 是DH 双方种族其实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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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木是否能很好的应对掉这个比亚了 这个比亚的话呢 如果没有对木造成特别大的影响的话呢 其实木这边比较的转 因为他这个比亚的话呢 待会儿 除掉这个比亚之后的话 这个比亚可以铲 雷热手啊 或者是 这个走出去练击什么的 而这个木雪齐的话呢 这颗比较晚的比亚的话呢 待会儿 不管是在出Huntress 还是这个出去练击方面的话呢 都是 要脱后一点 这一小秀啊 利用这个比亚的一个攻击间隔 这里 DH和剑圣的话呢 是通通来到了这个木的家里 这个时候其实 最好不要充满了 其实不要充满了 你充满了 的话呢 仅仅是消耗对方一点点的血量 然后自己的话呢 待会儿 哎呦 这 DH要挂了 建设 那的建设的话呢 是去偷了个宝 哎呦 还是被收了 不过的话呢 这个木家里头的一颗比亚的话呢 是已经被处掉了 木这边受了比较大的一个压制 哎 这关门了吧 这是把那个 木雪奇的这个 哎 这精灵 全 全家出走 有粉 有加速 哇 直接 令这边有粉 有加速啊 在对方这个 要走的瞬间的话呢 是粉和加速同时用出 然后过去刀剑看看 直接是把 对方的剑刃 给收掉了 然后 木雪奇的话呢 这个DH的话呢 也是挂躺在这里 总体来说对木来说是没什么太大损失 就死了是DH 而这边的话呢 射军组合 这一压制的话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成功 这边还是走了双比亚要女乐手吗 这比亚正在网网牌啊 再多骑个双剑 然后木的话呢 是也是过去 跟另一项 超个宝 这边 木也是继续的练击 然后这黑鱼的话呢 过来也是练个鞋 看到这里的话呢 少了个怪 懂了 你之前健身来过了 我这边是粗的AC啊 那有可能会走一个纯的AC 在鸟得的路线 就是一个完全的远程DPS 还是补了支持补助了 还是补了支持补助了 那是小鹿 3AC辅助练击而已 这黑鱼的健身的话呢 是到处来找找对方的练击点 然后木血骑的话呢 这边也是练了个鞋 但是关键这个点 并不能到两 两架啊 我这个比亚的话呢 默默吃素吃到的这七是这里 如果的话呢 选择是偷中间的商店 就是要把蓝胖子收掉 看一下宝物 哦 一个攻击加久了 待会可以给监视啊 现在这边的话呢 是双方的健身的话呢 就基本上成了一个兽组 在找兽组的一个局面 哎 看到了 第八分 过去可以卡到之前的一个身位 没打算干 这双方互相交换一些宝物 木的花儿的二发人英雄 这个月经纪四 然后来增加这个远程的DPS 哎 这个木血骑和这个 海鱼的话呢 是过来来抓一下对方的链鸡 好 一定这边要损失个大戒 然后的话呢 木那边看来要挂躺一个AC妹子 这是变形术 变掉了这个木的DH 但是没有击杀 哎 反而是 这个木血骑的这个DH的话呢 差点惯了 不过的话呢 令的小歪是在这里阵亡 但是令这里狼起来了 还要留下你们的大剑 我还以为这里 刚刚这个过去抓 木和令的一个练剧的时候的话呢 是 已经默默的偷起一个矿来 可能不是一个矿 是一个B而已 令的剑身的话呢 是要在这里发现对方 来了 还想中我们钢 令这边已经有了白牛啊 哎 这个木的DH 想上木的DH 这是谁 贴了张咆哮 贴了张咆哮 这边就是木血鞋 木血鞋和这个黑鱼 哎 哎 这边DH 哦呀 身上一个大血圈 没有吃出来呀 有变掉了 另的剑身也有危险 另的剑身相当危险 不过的话呢 后排那边 巧路的输出 是输出的非常的开心 好 现在是反倒是 黑鱼的这个剑身 没有魔法了 被卡在这里直接挂糖 这兵力上面的话呢 还是很明显 刚刚打的时候 兵力上的话呢 木核定的一个兵力 就明显的稍微 优势一点 现在打完的话呢 就更是这样了 现在的话呢 木核定是 不给对方 任何喘息的机会啊 保存一下 保存掉了KOG 这KOG的话呢 也许在这个 单体击杀能力方面的话呢 就能 能够 呃就是想 如果你要击杀对方英雄的话呢 呃 这个KOG 的确是个好英雄 但是的话呢 在RBR这个整体的 团战当中的话呢 呃 这个 明显是 月击女祭司的话呢 比较的好 当然你用KOG也行啊 人家一般的话呢 是首发KOG啊 在前期用KOG的产能力 占很大的 占取这个便宜 这边 这边 是呃 这边 这边 有些姬事的话呢 就进一步的增加一个移动速度 以及这个战场的一个恢复能力 我看到好多个小精灵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这是当前的人口 当前人口的话呢 牧师48 然后令的话呢 武师 然后牧血骑的话呢 是42 然后黑鱼的话呢 是40 每天呢差不多10个人 呃将近20人口左右 这一边刷到了 莫 哎 这个月经已是危险 如果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跳P的话呢 就 还好没出跳P啊 其实如果刚才健身的话 在那边出个跳P的话呢 这一下 这一夜手的话呢 就要一令无故了 令的话呢 现在是选择换家 小卫之后有TP吗 有 直接TP吧 还想再拆一个地洞 哎 而且令的话呢 还顺手就干掉了一个 你的这个小鹿 令的话呢 是零损失 好 不能说零损失了 这里有几个苦工的话呢 要全部挂在这里 我这边进一步的练击 看一下小鹿 是两攻的小鹿 令的话呢 是一防的部队 这个 这个 木雪奇的话呢 是零攻的小鹿 宿主的话呢 是两防 这双方的话呢 基本上情况就是一个反过来的情况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这边的话呢 就是人口方面 这个黑风和这个木雪奇的话呢 还是落后的 一开始就是落后的 小鹿鹿的话呢 是拖的稍微晚了一点 这完全不正 不成正比的一个人口了 已经是 哎 这里围住了木的铁铁铁 想要去 强杀 也不能说围住啊 这里其实是木自己的兵把这个DH给卡住了 但是这个四级的DH显得尤为的硬啊 身上两个戒指 然后包括米蝶加三米击脱关 全部都是加这个防御力的 这边的话呢 黑鱼以及这个木雪奇阿咪的话呢 是积极离开的游戏 好了 恭喜一下这个令和牧师获得这场比赛的一个胜利亚 看来的话呢 呃 牧 可能要 呃 恢复 呃 应该怎么说呢 是重返当年跟鬼尔比这个组合的一个 2月2的一个辉煌 看来 呃 就是下一届的 黄金联赛2月2的比赛的话呢 牧和令看来是志在必得 好 我们 总体就来看一下这个双方的英雄等级 呃 英雄等级方面的话呢 令是四级剑圣 四级小Y 然后木的话呢 是四级这个 越尼四级DH 然后木雪奇阿咪的话呢 其实这货应该是小凯吧 我记得这个 只有小凯用这么重要的名字 呃 木雪奇阿咪的话呢 是三级DH 两级QG 然后黑风 呃 黑雨长风这里的话呢 是三级剑圣 两级小Y 啊 英雄整体的等级的话呢 也是基本上落后一到两级啊 然后 看一下总体击杀的话呢 是4比3啊 最后资源得分方面 木的话呢 是8236 然后木雪奇的话呢 是8220 然后黑风 黑雨长风 这也是8210 然后最后的话呢 是定7912 啊 定的话呢 和木是都破了人口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的话呢 就先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